这样就了,我是小子 陆村之后呢,很多瓜果蔬菜都可以开始摘种了 今天和大家分享盆栽辣椒的养护方法 这个辣椒的品种啊,是青线椒,细细长长的那种 我买的这个辣椒苗就是这样大的 你买回家之后直接摘种就可以了 那辣椒呢,虽然是比较平时好养的一种蔬菜 但你想要养好还是有讲究的 下面这三点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第一点就是土浪 盆栽辣椒要选择疏松肥沃的 土浪呢,好是盆栽辣椒的第一步 平级的土浪会导致这个植株长势落 结果呢,也不会特别多 第二点就是光照了 这个盆栽辣椒啊,我们要给它放在室外光照充足的地方来养护 光照或者通风不好 都会导致这个花苞发黄或者是脱落 影响结果率 第三点就是水肥 浇水呢,是很简单的 等盆栽表面干了就可以浇水了 那尤其是在花期和果期 盆栽过干呢,会影响植株的生长 容易发生掉花苞和掉果的情况 肥料的补充呢,和一般的蔬菜盆栽是一样的 刚上盆的时候要给够有机肥当底肥 小苗的时候呢,需要的肥料不多 肥料补充呢,也不用太及时了 但是等它开始生长 开花了,就要及时补充养分 一个月左右给一次有机肥 注意,薄肥禽湿 花期呢,真实零钾肥 一比一千的比例 喷叶和灌根同时进行 能提高作果率 只要注意上面这三点 在家呢,也能盆栽出果实累累的辣椒盆栽啊 今天的关于辣椒的养活方法介绍就结束了 大家喜欢点个关注再走吧